在2019年香港修理風波中 香港市民郭德英在網絡上仗義直言 反對激進示威者的暴力行徑 他所經營的十四空間牛肉飯 因而不斷受到示威者的騷擾 如今香港國安法頒布滿月之際 記者再次來到空間牛肉飯 郭德英說 這一個月來的確感受到了社會氣氛的改變 現在覺得安心多了 國安法之後我們做生意更加安心 市民是覺得很安全地可以這樣出來 那些年輕人也都是對我們的態度收斂了 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怕觸犯國安法 譬如平時走過 他們是粗言畏語地問候我們 加油 Thank you 多謝 相比於去年採訪郭德英時 他臉上的笑容多了許多 在社會風波中 曾做過空姐的郭德英 看到激進示威者佔領香港國際機場 殴打內地記者時 感到心痛和憤怒 他在個人社交平台上大呼 沉默是有限度的 卻因此招致示威者的忌恨 不斷受到自擾 甚至有人把恐嚇信 寄去他的店鋪和家裡 郭德英說自己並不害怕 但一直希望香港可以堵上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漏洞 所以當立法的消息傳來時 他感到十分興奮 為何去年我們警察好像 沒甚麼辦法可以對付到這個黑暴 就是這個國家安全流動 就是因為缺少了這個國安法 所以這個國安法正正可以 彌補到我們這個國家安全流動 正如大家好像經常打個比喻 就是你家裡只有一幢門 但你是沒有鎖的 你就很容易被一些賊進來打劫 但現在這個國安法就等於我們家裡 就可以幫你加上一把大鎖的時候 你就覺得安全很多 漸漸從黑豹衣飲裝走出來的香港 卻再度遭遇疫情 政府要求餐飲處所暫停碗室堂食 這讓食肆的生意越發艱難 但郭德英覺得 在國家、特區政府以及市民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終將會過去 政府決定將今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推遲 就是為了市民的利益考慮 真的不是一個適宜選舉的時間 因為疫情太嚴重了 希望這個疫情盡快過去 令到個個都可以安居樂業的時候 香港經濟慢慢轉好 大家可開心心